各位早晨 今天是12月27日 星期五 放完兩天聖誕假之後 股市方面都做好 首先看回美股 美股聖誕節之後服市 受著中美關係的樂觀情況影響 科技股也做好 而且美國聖誕節銷售都不錯 三大指數都是繼續創新高 當中以是納指最厲害 納指升了0.8% 三大指數升幅介乎0.4%至0.8% 納指升幅最多 收報9,022點 還是第一次突破9,000點關口 港股方面 亦都跟隨外圍做好 港股今天開在28,000點以上 高開百多點 開始後 升幅一度擴闊到超過300點 現在港股方面觀望 今天可不可以收穩在28,000點以上 突破了這段時間橫行的阻力位置 突破了之後 都可以繼續期望做好 特別是年初的時候 都會繼續憧憬 年初中美方面會簽署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 都可以帶動大市做好 除了美股方面做好 其實A股方面都做好 回調完一段時間之後 開始再彈 也有望繼續帶動港股 另外 如果板塊方面 早前看好的手機設備和水泥股 這兩個板塊都仍然繼續做好